欸 你要換根大屎喔 欸 不敢 給我掉進去 優欸 是這個嗎 對啊 是 欸 這感覺很像什麼 長得好奇怪喔 再動 再動 這叫什麼 一千口感 一千口感是什麼意思 它的名字叫一千口感 一百口感行不行 一百口感不夠好 你有沒有看到它剛才在動喔 長得有點像什麼 這要像什麼 啊 我想到了 三葉蟲 可以吃的嗎 你是撿來吃的嗎 可以可以 可以 八百 欸 就這樣 這樣一敲就下來啊 哇 好簡單喔 你看它這有沒有 一格一格的 像不像那個什麼 以前我們講的那個活化石三葉蟲 我給你翻背面給你看喔 翻背面給你看 世界第一點 我們要找這個媽媽很厲害 她可以帶我們去找一種 當地兒他們 很喜歡去抓的一種 叫做海盔甲 這個是工具嗎 這是阿朗的嗎 是 是 這是隨便撿的石頭是不是 對 隨便撿的 隨便撿的 隨便撿石頭 然後拿一個桶子 就可以抓這個海盔甲 是 看起來感覺滿簡單喔 媽媽讓我拿一個桶子 比你而大 好不好找 要嗎 我容易找 很容易找 會大概多大隻 我上天啊 真的嗎 這麼大隻 這麼大隻 你看 看那個竹竹 這麼大隻 這麼大隻 好 媽媽啊 你現在是想下鼠人是不是 之前就打聽到這海盔甲 長得像瘋子骨蠅的王蟲 被你剛剛這麼一比 還真的以為王蟲出現了 好啦... 不要再拿一袋 聽說它非常不好找 而且只能趁退潮之際 才能捕獲 還是趕快請大家 一起來幫忙 只有在這種地方找到嗎 沒有 這邊應該很多啦 很多 他們都... 你看他們都在這個 石頭縫裡面找 剛才媽媽一翻開以後 這個長得超奇怪的 這個... 這個可以吃嗎 可以吃的 也是可以吃的 把它抓起來看看 它這個比較... 這個比較好弄耶 它這樣摸起來很像什麼 海參 這個... 這個... 這個他們怎麼吃啊 也沒什麼肉啊 感覺 你看 這中間 感覺也沒什麼肉 是 海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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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這個叫海蛇喔 好奇妙 好多喔 它這都是螺 你都撿到螺 沒有... 那個海蛇甲 都是螺 你看 長這樣是正常的嗎 硬的喔 奇怪 怎麼跟我以前 看到螺感覺不一樣 我們螺好像這邊就是一片硬殼 沒有這樣出一塊喔 果然來到潮間帶 就是怪怪心一堆啊 不過聽媽媽說 由於這海 盔甲通常躲藏在岩縫之中 身上的顏色更是會根據 所依附的石頭不同而變換顏色 因此也被吸稱為海中變色龍 要是不仔細觀察 很容易就會從眼前溜走 你要換更大隻喔 我看... 有耶 是這個嗎 對 是 這感覺很像什麼 長得好奇怪喔 再動... 這什麼 一千口感 一千口感是什麼意思 它名字叫一千口感 一百口感是不是 一百口感不夠喔 你有沒有看到它剛才在動喔 長得有點像什麼 這要像什麼 啊啊啊啊 我想到了 三葉蟲 可以吃的嗎 你是撿來吃的嗎 一下 可以可以 八百 就這樣 這樣一敲就下來啊 好簡單喔 你看它這有沒有 一格一格的 像不像那個什麼 以前我們講的那個活化石三葉蟲 我給你翻背面給你看喔 翻背面給你看 很像 長得有點像 像鮑魚嗎 也不像 就類似的那種感覺的 小小隻的 好特別喔 我剛才以為 這樣子看以為 我以為這邊全部都是肉 結果沒有 這邊其實也是它的 算是類似銀片的那種盔甲 有去過綠島或蘭嶼的朋友 相信對這海盔甲應該不陌生吧 沒有錯 它就是我們常常說的鐵甲 正確的名稱則是石鱉 算是貝類的一種 有些地區也因為它背後 由八塊硬核組成 而叫它八枚貝 這邊很多 好大的 很多嗎 好的 等我 等我 大的大的 小心滑 有沒有看到 好大喔 握手指頭皮 小心小心 大的 這邊也有大的 這邊也有大的 喔它這個 大的就難摳了 它這個就像鮑魚一樣 趁它吸起來之前 比如它這個如果你一弄 沒有馬上拿起來啊 它就像鮑魚一樣 吸更緊 它差不多就是 兩劫手指多 的長度 還有一顆 還有一顆 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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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棉檔 石棉檔 怎麼會 怎麼會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弄耶 你是幫我夾分喔 為什麼會弄不下來 他講什麼 卡拉巴 卡拉巴 我就要這樣推的 輕輕敲它 好 好 它咳的硬度 有聽到聲音嗎 像什麼 像你拿兩個蛤蜊 這樣互敲的感覺 就是那種感覺 你說它很硬嗎 看來它是硬度 但是拿石頭這樣子 躺一下它也會碎掉的 是不是 凡是多麼講技巧 怎麼可以硬來咧 不過在台灣 由於石鱉的數量稀小 加上料理不易 所以小小一盤炒石鱉 通常就要價五六百塊台幣 沒想到來到東地問 因為開發程度緩慢 滿大讓石鱉的尺寸 可以長這麼大 數量更是比想像中的還多 想吃多少就做多少 通通便宜 我看到螃蟹 你們看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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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三個 沒有很多 它這個 有沙子 你看 一拿就拿下來了 一下就拿下來了 這個比較好拿 這個就不好拿 有 有 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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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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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好多喔 好多喔 好厲害喔 你看它長的顏色不一樣 但是形狀又差不多的 拿不下來了吧 有 OK 這個好大喔 好多喔 好多喔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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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 來... OK 這個... 好多喔 這邊怎麼那麼多 你搬不動啊 我踩在上面你搬不動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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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爸爸不要激動 有... 用手就把它拿下來 好多喔 一... 二... 三... 四... 六... 八... 九個 這邊就有九個 還有嗎 十個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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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你這樣子一個早上可以抓到多少個 好多... 最近要拿回來 是不是 我們來拿到 gigit 還有一個 三十隻啊 這麼多啊 那常吃嗎 沒有了 沒有 那常吃嗎 沒有了 常吃 阿姨會拿去賣嗎 自己吃的 自己吃的 自己吃不賣 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沒有在賣 都只有自己吃 他們就是自己抓吃飽了就好了 也不會再拿去賣了 沒有了 沒有 沒有 阿比 阿比 比較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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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喵 喵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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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有 有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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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 好帥 不要臉 我說東地問人也太可愛了吧 學起中文來 沒想到也是挺有模有樣的 而且這樣嘻嘻哈哈之下 才不到一個小時 咱們竟然也收穫了一大桶食別 相信大家應該也很好奇 當地人的吃法 跟咱們會有什麼不同呢 好大一桶喔 你看 嘻嘻哈哈玩一玩 已經做那麼大一桶了 好 來 我們現在... 媽媽... 我們這兒要怎麼... 你們都怎麼吃 他現在已經真的在燒水了耶 現在是要 直接丟進去 要出馬射牙 這個是就把它煮到熟 還是只是先稍微煮一下 這樣不會煮變太老嗎 一般羅肉煮太久 你煮熟要拿捏到剛剛好難耶 大家可能會煮會不會煮變太老 而且它不分大小全部一次丟下去 傻眼啦 咱們台灣吃鐵嘎 都也是汆燙之後去殼 去汙泥 然後才是真正的調味和料理 沒想到東地溫的吃法這麼豪邁 直接用水滾熟之後 就給它嗑下去 好啦... 入境總得隨俗 也許吃起來 別有一番風味的水分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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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洞 碗洞 對 碗洞 好燙... 好燙... 好 這樣子 好燙喔 被弄斷了 這好香喔 這蚊材超香的 你敲它當然給你吃啊 我再敲一個 這真的不好敲 好燙... 來 我把這個底部... OK 它這個好新鮮的味道 好香喔 有一點像龍蝦的味道耶 Ena... 這好好吃喔 這個像什麼 很像我們吃到什麼 乾 它味道好濃郁喔 那乾的味道 果然新鮮就是王道 雖然咱們的海邊廚房 看起來有一點點肉 但是現撈現煮的海鮮 保證都是好吃啊 這也讓我們更加期待 還沒吃到的海蛇和海盔甲 究竟滋味如何呢 還有這個 我們剛才看到很奇怪的 這個海什麼海蛇是不是 煮完變這麼小一個了 這個可以吃喔 這我真的沒看過耶 這怎麼吃 切開啦 你看 你看 它把皮這樣子剝開耶 有沒有看到裡面的肉 就把皮剝掉就可以吃了喔 對 把它外面的包... 包著的那個皮把它撕掉以後 直接可以吃了嗎 背面啦 背面的皮把它弄乾淨 一般可能好像我不知道 我在台灣呢 在其他地方我沒看過人家吃這個 因為它摸起來硬硬的 一般螺肉很正常 可是這個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吃這個 你看它這個 牠這個牙齒 牠牙齒超有... 就在牠背上面 很像骨頭這樣 牠這個皮整個刮完以後 就長這樣子 蠻有...蠻硬的... 切一半啦 切一半 我跟大家宴一半啦 好... 好 我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它切完以後 裡面有沒有 黑黑的 好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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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梅喔 好硬喔 好硬喔 超硬 很硬喔 你的蠻硬喔 你的蠻硬 totalement 好硬喔 真的丟酷喔 你們拚拿有吃這個嗎 留在看上罵鴿店裡 有... 有... 有嗎 有 媽媽說沒有 爸爸說有 妳有吃過嗎 媽媽 媽媽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像什麼啊 它這個該怎麼講 就是很硬的裸肉 你把它煮到很硬 很硬的 很軟的那種感覺 這個怎麼吃 它拔下來殼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那種馬桿 就直接這樣子 整個都可以吃了 Ana Ana 他剛才直單入定了 比那個好吃多了 Ana再加一點 Ana 你可以剁掉啦 剁掉 他剛才那個臉 我忘了要不要拌了 你也不好吃 剛才練他自己都覺得不好吃 它這一千口味 其實也只有一種味道而已 沒有一千口味 只有一種味道而已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個 Ana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 在淳補的東地問鄉下 對於飲食方面的要求 比較簡單 有點可惜了 這一桶石鱉 要是在台灣 夾個蔥薑蒜爆炒一下 搭配這麼新鮮的石鱉 肯定好吃到破表啊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弄好禮活動喔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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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去